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斯匹林能降低体温 可以掩盖或减轻发烧症状 美国之音白宫记者赫尔曼报道说 康利医生说 特朗普每天都有超声波检查和病理试验室检查 但在记者询问肺部扫描 是否显示有肺部损害时 他拒绝详细说检查的结果是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 对人体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是肺部 康利医生也拒绝说 总统何时出院 以及总统是否接受过补充氧气 在康利医生就总统健康状况 做出积极乐观的评估之后 一位了解总统健康状况的人士告诉记者说 特朗普总统的体温 脉搏 呼吸 血压等生命体征 在过去24小时 非常令人担忧 未来48个小时将至关重要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 它正在全面康复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这些话是以匿名消息来源的方式 提供给记者的 美联社后来说 说这些话的是白宫幕僚长梅多斯 白宫方面没有证实 梅多斯做出了上述声明 白宫3日发布了特朗普总统在医院录制的一段视频 他在视频中表示 现在感觉良好 并表示感谢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医生和护士的杰出工作 他承认在住进医院的时候 感觉不太好 他说 接下来的几天我认为将是真正的考验 所以我们会看看未来几天将会发生什么 在医院拍摄录制的视频中 特朗普总统为他决定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继续进行竞选活动 和举行大型集会进行了辩护 他先前拒绝遵守公共卫生部门的建议 拒绝戴口罩 他说 我别无选择 我必须在第一线 我不能躲在楼上一个房间里 以确保绝对安全 作为一个领导人 你必须亲力轻微应对问题 特朗普总统10月2日通过推特宣布 他和第一夫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不久之后 白宫称基于重大的谨慎 特朗普总统住进医院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继续留在白宫 特朗普总统说 第一夫人情况良好 他感谢所有的人 对他和第一夫人的关心和问候 第二个新闻事件 是曾是王岐山得力助手的董红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日通报 中央巡视组员副部级 巡视专员董红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在习近平上任后发起的打击腐败运动期间 董红曾被视为时任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的左膀右臂 董红现年66岁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早年曾经为薄熙来的父亲 中共元老薄一波担任秘书 从2000年之后 长期跟随王岐山 被视为其得力助手 中纪委的官方网站上 对于董红接受的调查的通报新闻 没有透露他接受调查的具体原因 关于董红个人情况的公开信息并不多 在谷歌搜索引擎找到的有关董红的百度百科词条 点击进入之后 会自动跳转到百度百科主页 而直接输入董红 进行搜索 得出的结果是三个与他同名者的介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之后 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反腐运动 而当时作为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 则是这场打老虎行动中的主力 在之后的数年里 有数百名省部级和军级以上的党政高管落马 其中包括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后 孙政才 令计划等副国级以上的官员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取消访问韩国 蒙古计划 只访问日本 10月2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 他和妻子梅拉尼亚特朗普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 驻进医院 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于4日到8日 访问日本 蒙古 韩国 并参加6日在东京举行的美澳日印四方外长会议 而美国国务院10月3日宣布 将取消蓬佩奥对蒙古和韩国的访问 访问本将按原计划进行 并参加10月6日在日本举行日本 美国 印度与澳大利亚的四国外长会议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双双感染新冠 但是蓬佩奥2日表示 自己和妻子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据美联社10月2日消息 蓬佩奥表示 当天 自己和夫人前往克罗地亚访问 在飞机降落杜布罗夫尼克20分钟前 他们就做了新冠检测 检测结果是阴性 美国国务院没有说明蓬佩奥取消访问韩国和蒙古的原因 而舆论认为 与特朗普夫妇感染新冠有关 美国国务院表示 蓬佩奥本月之内 仍然有在访亚洲的预定 访问韩国和蒙古的日程 也正在进行调整 蓬佩奥访问日本的时间是10月4日至6日 随后返回美国 蓬佩奥则表示 有关立法亚洲的日程 是否适当正在继续研究 表示可能会改变一些日程 3日获悉特朗普的病情 今后几天将不容忽视 处于关键时刻 因此决定取消了对韩国和蒙古的访问 4国外长10月6日 将在东京举行会议 会谈将确认为 实现安倍前首相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构想而合作 预计菅义伟将接受四国外长的礼节性拜访 或与他们分别会谈 第四个新闻事件 是美国教育部长在联合国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视频会议中 批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在崔天凯承认中美关系陷入41年来罕见的困难之际 美国教育部长对中国的批评 再次凸显两国理念的分歧 美国教育部长德沃斯在10月1日出席 联合国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的视频会议时 指控中国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杀害了数百万女婴 德沃斯说自从1995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的支持下 透过大规模的人口控制政策杀害了上百万的女婴 中国与联合国都并未针对德沃斯的指控做出回应 不过习近平在会议中承诺贡献 1000万美元给专门推动性别平等 与强化妇女权益的联合国妇女署 他表示 在全球试图从新冠疫情中振作起来之际 各国应该消除针对妇女的偏见主 歧视主暴力 让性别平等 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连任时 也不断地将批判中国作为选战主轴 中美两国在过去几年于贸易主科技主国家安全 主人权与新冠疫情等多个议题上都出现分歧 导致两国的争端不断升级 特朗普上周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中 要求中国为新冠病毒散播全球这件事 负起责任 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呼吁全球加强合作 对抗全球新冠疫情 他当时说 中国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 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 以谈判化解争端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